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小狼 我們都叫他雪狼 那這台是2017年的330 才有車 那我們今天為他 幫他升級了什麼 ACC跟車還有盲區 那他因為是PQ的 他的設定式都是在這個儀表裡面 那我們如果要看盲區的話來 盲區監控我把他取消打勾 我再把他打勾 你會看到 鏡片他就亮了 那使出輔助呢 使出輔助打倒車 打打勾 然後打打打打 各位車友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那個使出輔助的雷達車車感應器 他會偵測後方的機車汽車 尤其是在打倒車出來巷子的時候特別的好用 今天特別介紹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個ACC 今天他有 撥控 也挪出預算讓我們升級原廠胎啊 注意了 PQ的平台都是在儀表而已 所以音響主機是看不到的 不像NQB這樣 駕駛輔助系統進去 你會看到全部 全部輔助系統 這就是AEB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我們都盡量是把他全開 預警他就可以開 這個就是我們ACC的跟車 車距可以調 所有的設定都在這邊 跟我們QB不一樣 再來 再來 這也可以調像經濟標準運動 那我們現在繼續 先看看 然後就跟我們以前 這多功能方向盤 我們要開啟 然後就可以加速 先調一下 大家有看到嗎 ACC跟車的畫面 然後加速 加速度 ACC頂105 這隻查油的學長 不知道吐不下去 取消一樣按這顆 按這個 取消 按照